诗篇第四十一篇 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 我曾说,耶和华,求你连续我,医治我 因为我得罪了你 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 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 他来看我,就说假话 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 一切恨我的都焦头接耳地议论我 他们设计要害我 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 他已躺握,必不能再起来 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 也用脚踢我 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 好报复他们,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慎 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 你因我存证,就扶持我 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从亘古直到永远 阿们,阿们 诗篇第四十二篇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西水 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 我几时得朝见神呢 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 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 我从前与众人同网,用欢呼称赞的身影,领他们到神的殿里 大家守洁,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 我的神啊 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 所以我从约旦地 从黑门岭 从弥撒山 纪念你 你的瀑布发声 深渊就与深渊响应 你的波浪红桃漫过我身 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 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 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 你为何忘记我呢 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 时常哀痛呢 我的敌人辱骂我 好像打碎我的骨头 不住地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呢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诗篇 第四十三篇 神啊 求你生我的冤 向不虔诚的国 为我辩屈 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 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 为何丢弃我呢 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 时常哀痛呢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 好引导我 带我到你的圣山 到你的居所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 我的神 我要谈情称赞你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诗篇 第四十四篇 神啊 你在古时 我们列祖的日子 所行的事 我们亲耳听见了 我们的列祖 也给我们述说过 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 却栽培了我们列祖 你苦待列邦 却叫我们列祖发达 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 也不是靠自己的绑臂得胜 乃是靠你的右手 你的绑臂 和你脸上的亮光 因为你喜悦他们 神啊 你是我的王 求你出令 使雅各得胜 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 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 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功 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 为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 使恨我们的人羞愧 我们终日因神夸耀 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 希腊 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 使我们受辱 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 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 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 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 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 你卖了你的子民 也不赚利 所得的价值 并不加添你的资财 你使我们受灵国的羞辱 被视为的人吃笑几次 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 使众民向我们摇头 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 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 都因那辱骂诽谤人的身影 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 这都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却没有忘记你 也没有违背你的约 我们的心没有退后 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 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 用死因遮蔽我们 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 或向别神举手 神岂不见察这事吗 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江窄的羊 主啊 求你睡醒 为何尽睡呢 求你兴起 不要永远丢弃我们 你为何掩面 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 和所受的欺压 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 我们的肚腑紧贴地面 求你起来帮助我们 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 诗篇第四十五篇 我心里涌出美池 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 我的舌头是快手笔 你比世人更美 在你嘴里满有恩惠 所以神赐福给你 直到永远 大人者啊 愿你腰间配刀 大有荣耀和威严 为真理 谦卑 公义 赫然坐车前往 无不得胜 你的右手 必显明可畏的事 你的剑风快 射中亡敌之心 万民扑倒在你以下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你喜爱公义 恨恶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游高你 胜过高你的同伴 你的衣服都有墨药 沉香 肉桂的香气 象牙宫中有思玄乐器的身影 使你欢喜 有君王的女儿 在你尊贵妇女之中 王后佩戴俄斐金士 站在你右边 女子啊 你要听 要想 要彻耳而听 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副家 王就羡慕你的美貌 因为他是你的主 你当敬拜他 推罗的名 必来送礼 名中的富主人 也必向你求恩 王女在宫中 极其荣华 她的衣服 是用金线绣的 她要穿锦绣的衣服 被引到王前 谁从她的陪伴同女 也要被带到你的面前 他们要欢喜快乐 被引导 他们要进入王宫 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 你要立他们在全地做王 我必叫你的名 被万代纪念 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 称谢你 真言第九章 智慧建造房屋 凿成七根柱子 宰杀绳畜 调和纸酒 设摆言席 打发使女出去 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 说 谁是渔蒙人 可以转到这里来 又对那无知的人说 你们来 吃我的饼 喝我调和的酒 你们渔蒙人 要舍弃渔蒙 救得存活 并要走光明的道 只吃谢曼人的 必受辱骂 责备恶人的 必被玷污 不要责备谢曼人 恐怕他恨你 要责备智慧人 他必爱你 教导智慧人 他就越发有智慧 只是一人 他就增长学问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 便是聪明 你借着我 日子必增多 年岁也必加添 你若有智慧 是与自己有益 你若谢曼 就必独自担当 愚昧的妇人喧嚷 她是愚蒙 一无所知 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 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 呼叫过路的 就是执行其道的人 说 谁是愚蒙人 可以转到这里来 又对那无知的人说 偷来的水是甜的 按吃的饼是好的 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 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 就算是有阴魂在哪里